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平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现在台海的情势依然是高度紧张 我们继续来看最新的消息 现在全州市长批台无视大陆渔民生命安全 极其愤慨 这个全州市长那都属于是厅级干部 厅级干部那都是相当的愤慨 你想想看 目前在福建这边的主官出来来讲话 代表了这个问题向上的管道 已经是打开的 通过市长向上级 向省 向国家层面 这边欣系福建渔民的安危 所以我说过那两名遇难同胞的家属 你们放心 我们是广大我们福建同胞的 监视的后盾 我们内部有些媒体 他们他妈的心已经黑了 他们都不不来报道 但我们这些自媒体 我们冲在第一线 在一线参加战斗 为两位去世的老哥 民不平 声援他们 真的 这个事情 每一个爱国的人 每一个普通的人 都会为这样的事情而愤慨 他妈的你台湾当局 这么老逼啊 对吧 所以说现在北京 要准备在这里开展军事斗争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我们该说的话 我们还是要说 其实老兵讲的很多话 都属于是在中国国内 属于是相当禁忌的一些话 但是在正义面前 我也就不管法律法规了 我就该怎么说 就怎么说了 对吧 该批判的批判 该这个抱怨的抱怨 对吧 我们是 都是正直的人 所以说 在这个问题上 我相信 大家和我是一样的 对于我们 遇难同胞的情感 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到现在 还不能入土为安 这个事情 放在谁身上 我们都是感同身受的 如果你家里有 亲属 直系亲属去世了 被台湾当局控制住 他们的尸首 不给你道歉 不告诉你 他们究竟是怎么去世的 不让你看尸体 不让你把尸体带回家 我们每个同胞 如果你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对吧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所以我们感同身受 死者为大 到现在 我们的同胞 还躺在 他不愿意去的金门 他们很讨厌金门 我们来看一下 惊吓海域 渔船事件协商破局 大陆福建省全球市委 副书记市长蔡战胜表示 陆方一直秉持 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在沿海多地设置多个设施 服务于海峡两岸的渔民方便 他批评 台湾以各种理由 对大陆渔民进行极其暴力行为 无视大陆渔民的生命产生安全 他对此表示极其愤慨 大陆全国人大会议 福建代表团全体会议 六日下午在北京 国二招宾馆举行 中共中央委员 福建省委书记 邹主义主持会议 吸引大陆境内外 共计73家媒体 105名记者陆团采访 包括香港日本台湾等地的媒体 显见各界关注陆方 对渔船事件协商破局的回应 邹主义及省长赵龙 省的常委会副主任 庄家汉等福建党政要员 出席会议前后 对记者采访渔船事件均未回应 蔡战胜在会后受访时指出 我们一直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在沿海多地设施多个设施 服务于海峡两岸的渔民方便 特别是设置方便于 台湾渔民的避风 这个供给应急准措施 参政是话锋一转 反过台湾当局 以各种理由对大陆渔船 进行暴力行为 无论大陆渔民的市民参政安全 我们对此不是极其愤慨 一个地级市的市长 全州市的市长 是郑天井应该没错 我不知道全州市 是福建省委常委会 这个我不知道 好像只有福州市跟下面市 全州还不是 你看这种厅级干部 他们就是中间力量 福建的省委书记 他不能说不好说什么 因为他毕竟是党和国际国家的 这个层面的中央委员的层面 中央委员的层面 那你说他去讲什么 对吧 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敏感 他也不好说 说什么 这个对台的这个事情 是控制在北京手里面的 但是作为全州市长 他出来讲话了 也就代表了说 在这个层面 面向台湾的窗口城市的 这些市长 也很恼火这个事情 这个市长 他的采访我也看了 他确实 他不是说什么伪装出来的 他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恼火 所以说 这个就是向上的情绪 向上走 很明确 所以说我们 现在可以看到 台湾民进党当局 一定会为这起事件 付出应有的代价 而他们付出的代价 就是他们的覆灭 现在对台湾那个口袋 扎得挺紧的 口袋扎得相当紧 压力给的相当大 那么好 我们又看到了 另外一起事件的发生 我们来看一下 快讯 和陆军兵枕中心下市 颈部明显 刀伤 沉湿 吉吉兰河霸 昨五日晚间 陆军兵工发展 整备中心 武化翻修厂的一名 潘行下市 在网络发文后 就突然失去联络 下回不少亲友 今六日早上 有民众在 吉吉兰河 宴旁 发现潘行下市 倒卧在河边 丛林草坯 赶紧协助报警 军案人员 到了场后 发现其颈部 有明显倒伤 已没有了声明迹象 故未送医急救 详细的案发经过 交由积极分局 进一步 理清 他是被他杀 还是他自杀 里经有第五名士兵 出现这样的 现在是第四名 士兵 出现这样的情况 赵姓下市 在树上被活活吊死 蔡英文的卫兵 脸朝下 以不吉利的方式 死掉了 还有一名新兵担子 他代表台湾年轻人 现在吃不了苦的现状 回家拿刀自残 想死没死成 然后现在 又发生了 在河边 被抹脖子了 所以老兵说过 我们两位 同胞还没有路途为安 台湾当局 不给他们路途为安 他们的怨气非常大 他们现在 你要知道 没有做法事 他们现在的魂 他们是恨死的 被台湾当局谋杀的 恨死的 他们的英灵 现在没有办法超度 他们正在台湾 游走 你有阴阳眼的人 也许能看到他们 所以你看 台湾军队的士兵教练 他在死掉 死的都是你武力部门的人 人家还没有做法事 还没有超度 台湾人自己狗子 天天他妈 搞什么下不了雨了 搞什么祭祀了 在台中那地方 搞了那个场面 大得不得了 求雨祭祀 一会儿拜鬼 拜神仙 拜什么 这个这个 拜妈祖 拜这个什么 什么土地公 一会儿拜这个 拜那个 你们他妈的 逼心啊 坏到能够 让这两具尸体 都不去路土为安 妈那个逼 你们 你们真的是他妈的 坏到骨子眼里面了 整个解水液的里面 全都是坏得透透的 骨头里也都是坏透透的 你说把人家搞死 把人家搞死 让人家把尸体 带回来路土为安 你妈那个逼 做事情太过分了吧 我们不讲说 两岸敌对的层面 从人的角度上来讲 你让人家 还不能路土为安吗 对不对 要私自火化 我们现在不需要 你们道歉不道歉 不需要你们 去什么处理 你们的什么狗逼 海巡 海盗 那是你们的事情 你们他妈的 逼就等死 就完事了 但是我们两名 同胞的尸体 你们能还过来吗 那你们会死更多的人 你们更多的人 会去替他们去陪葬去 都是稀里糊涂的 这样的死亡 最近这段死亡 死亡他妈 特别多吧 第五名马上就要到来了 脸朝下 死掉的 这小子 在现场 被发现的时候 我看网上 IG上面讲 这家伙也是脸朝下死了 我们两名同胞 被他们从海上拉上来的时候 也是脸朝下 他就要用这样的方式 搞你们 真的是 我们两位同胞 真的是 你看到现在 他们怨气这么大 还不能够被超度 还不能够被超度 你们台湾人自己天天在那拜 拜你妈个 你们这一帮东西 惨无能道 毫无能性的东西 天天讨厌大陆 他妈来大陆跑了 比他妈那个 比蔓延的婊子还快 敲那个玻璃窗 来来来来 什么玩意儿 你们他妈来大陆的时候 都比那战鸡女 抬好价钱 到他妈的出租屋里面 去打一炮 还他妈快速 脚底跟抹的油一样的 往大陆来划过来 来大陆这个地方 拍这样的照片 鼻孔这样的肠上 自我感觉好像有点太过于良好了 所以我说我们大陆的 这就是有些那个新闻媒体 那些主流媒体 到现在还不来 多积极报这个事情 都是自媒体冲在一线 在参加战斗 没办法 我们势单力薄 你说你那些主流媒体 现在在干什么 天天美国好 美国妙 美国呱呱叫 所以习近平主席阁下 能不能去 一意孤行 去打破惯例 打破常规 过去这东西都烂透了 现在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也还是可以的 对吧 说明文革不彻底 刘少奇被弄掉了 还有另外一个人 没把他给弄掉 改革开放这个东西 说上谁他妈在位置上面 只要消息发展都可以干 这里面最纯粹的改革开放者是谁 是习仲勋阁下 是我们习近平主席的父亲 他的改革开放 在深圳 在广东这边 他是不搞这种 所谓的这种什么的 黑猫白猫 抓到就是好猫 在开放的同时 意识形态还是不能够断的 要公平的去开放 习仲勋阁下 他就是这样子 他写的这些 当时这些理念 就是这么一回事的 对吧 说我们老是在搞运动 我们要搞发展经济 但是我们发展经济 要公平的这种去发展 而不是说让什么家族去控制 搞到最后这些 连他妈的现在都成为了 这个阻力 天天在中国 把我们当他妈韭菜哥 吸我们的血 习总上来要改变这一切 所以说你看看 干点什么大事 内部阻力多大 当时在香港也是的 你说那个武警部队都调集了 则不去香港镇压 杀他妈的一批 让香港的小男孩们 渐渐血 天天一个个老逼的要死 要让他们渐渐血 看看他妈的机头上面 这种像八九六四一样的 拿机关枪打了 全是尸体 让他们见识见识 每个人去参观 组织他们去参观 让他们去观看 但是为什么武警部队又没开过去 又是有内部阻力 对吧 每次我们要干点什么大事 内部总是有这种阻力 阴阳怪气的人很多 所以你看 又有这个士兵死掉了 既然全州的市长 厅级干部 有这样的表态 表示这个愤慨 我觉得是很欣慰的一个事情 我们的市长大人在过问这个事 说明这件事情到了福建省里面 那就是中央委员这个层面 这个事情是很很大的一个一个事情 他们不好做表态 我们继续来看 中国否认海峡中线 尽限制水域 台湾学者研判 亦不再升高军事通途 又是他妈的自我安慰了 中国不讲这个和平统一了 又说不要被字面意思给曲解了 对吧 他们很乐观的在解读 没有和平统一 这个金门水域发展 发现中国渔民越界的非法争议事件 至今尚未落幕 中国官方言辞否认 台湾政府在金门水域划定的尽限制水域 并且派海警船在金门厦门海域展开常态化巡查 这个张伍岳今天在场中的会访表示 北京策略显示 中国渔民与海警船未来可能打破台湾的规范 进行常态化捕育和作业 借此推进所谓两岸融合发展与统一进程 那么这个 本岸级不合法的三无船舶 指的是无名船 无船舶证书 无船级港登记船艇 赵伍岳表示 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也不予余力的取缔三无船舶 北京考量两岸大局 以及金门厦门之间 长期常态性友好互动 尤其就两岸如何要 实行发展京洽通电 通水通气通桥 富含政治意义的新思通 北京要凸显示的是政策上的反毒 触龙与触统 用意不再身高惊吓水域 或台海两岸军事对立 我说过 这个就是台湾的一种盲目的乐观 和盲目的自信 对吧 就是说老师在这个地方解读 没事 北京没事 北京说啥就是北京的 这个只是说装个样子 我们没事 我照跑 我照跳 马照跑 歌照唱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要担心 don't worry don't care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各位支持